说到东京旅游,大家想到的估计是浅草寺、银座、东京铁塔、迪士尼这些地方 虽然每次来的时节不同,但是大致的景象却是相同的 所以就会让我们觉得缺少了一些新鲜感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以东京为远点向外扩张 看一看东京附近有那些好玩的地方 如果你已经厌倦了东京市区内的游玩 想要有一些不同的体验 那我今天就带大家去一个新的旅游景点穿越 那边号称具有小江湖风情 不仅有复古的老街 还有很多特色的小吃和小玩意儿 另外那边的神社据说也很灵 今天咱都过去看一看 现在是早上八点半 没想到这么早后门手标柱就已经开门了 然后我就过去顺利了买了两张票 对于外国游客去穿越的话 其实是有专门的观光仪日票可以购买的 里面包含了当日从池袋到穿越的往返电车票 和在穿越地区无限使用的巴士票 整个价格是一千零五十日元 相当于我们单独购买票价的七折 购买地点是在池袋站的东武游客中心 这票超可爱是一种纸质版的 而且它过的时候一般的刷卡机 它都过不去 我们要到人工窗口让人家改张才能过得去 进展之后我们要去一二号站台乘车 到穿越的电车分为五种 最快的是特机 到穿越只需要二十六分钟 但是当天我们没赶上 所以坐机行过去的 我们终于到穿越了 坐了也就三十分钟多一点的车就过来 在车上我就刷了刷手机 哎它就到了 真是太可爱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冰川神社 那过去的话我们要再坐个巴士 走去巴士站 去冰川神社我们就要从东口出来 这边的巴士站几乎都能到 查了时刻 最近一般是坐零六号巴士 上车之后坐九站就是冰川神社了 我以为冰川神社怎么着 也是红色特高的那种鸟具 没想到居然是一个矮矮的石头鸟具 这边有去除恶印的地方 我上上周在千草抽了一个秀 然后上周拍摄的时候 首先是相机出了问题 然后又是吃松饼的时候风堂倒多了 最近就真的是恶印缠身 我必须得安排一个 说明上说是对着这个小人吹三口气 然后沾一沾身上 再之后就放到水里 让它划走流走就可以了 我们没运就可以流走了 我的小人胳膊都开了 你看就好多恶印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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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印钱都带走了 这么快就灵验了 我刚刚没运带走 这马上一转头碰上结婚的了 碰上就是缘分 那就祝这对新人百年好和 永远幸福吧 冰川神社有名的是钓鱼签 但是也许是因为季节的缘故 这边居然还有了红薯签 它这边割的工具太多了 又是袍子又是漏斗的 这边还有钓石我都不知道用什么了 完了又钓不上了 这还买一整一啊 钓到了一个奇形怪账的红薯 果然冲走了没运 剩下的就都是好运了 之后我们走了人气的绘马隧道 虽然不是很长 但是拍照很出片 另外这边的石头红线墙 也可以打个卡 整个神社逛下来的话 估计就花个30分钟左右的时间 之后我们就去吃午饭了 现在11点09我们准备打个时间差 先去吃个中午饭 那老街那肯定就要吃个鳗鱼饭 而且这边鳗鱼饭也比较有名 走在下面去吃鳗鱼饭 为了多吃两碗饭 我选择从冰川神社走到要吃饭的那个鳗鱼饭店 如果小伙伴跟我一样走同款路线 从冰川神社然后去吃鳗鱼饭的话 建议小伙伴坐巴士过去 因为那样会更快 而且咱这个巴士费已经包含在咱那乘车圈里了 我们来的这家店叫做伊奇诺鸦 在当地算是有名的鳗鱼店 它在穿越主机的旁边 整家店的面积很大 装修的也很有日本特色 我们是11点半左右到的 大概等了不到10分钟就有位子了 而且座位也不是那种日式的贵座位 就非常的nice 虽然是老店 但是比我想象当中的鳗鱼饭便宜了不少 开心话说这家店都已经第七幕了 也就是做到第七个人了 平均一个人要活60岁 6742 这都400多年历史了 有点东西 没有怎么等 我们的餐就上来了 我点的是喜次妈不喜 也就是可以做成汤泡饭的鰂鱼饭 价格是3980日元 这个套餐里面还附赠了饭后甜点冰激凌 它这要再给配个勺 我觉得就120分了 还是汤泡饭好吃 太鲜了 另外一个点的就是普通的鰻鱼饭 价格是4300日元 这鰻鱼给的还挺多的 都已经跟这盒子一边长 旁边各留了一个地儿 而且这两边留的距离 还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还挺讲究 无论是喜次妈不喜 还是鰻鱼饭 里面的鰻鱼烤得都不是很油 但味道很足 吃完之后 我们就去了果子亨丁 我们现在就到了果子亨丁 听这名就感觉是一条 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乐的街了 我们也来赶紧体验一下 果子在日语当中是零食的意思 所以这条街主要卖的 都是一些小零食 店铺也是以小卖铺为主的形式出现 挑点小零食走 喝水里融化 都是跟啤酒一样 但它没有酒精的 还挺有意思 来一个 这不就是跳跳糖吗 来个这个 来个可乐味的 泡泡酒 原来他们也玩这个呀 太开心了 140块钱买到了快乐 我们去烤个仙贝 付了钱和师傅学习了烤仙贝的药领 就马上开始动手烤起来了 这边有三片 我们先做一个白色的 听药领的时候 觉得烤仙贝没有多难 但是一旦自己上了手 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耳朵和眼睛会了 手没会吗 人家烤三枚是越烤越大 我烤三枚是越烤越小 还是第一枚最大片 把烤完的仙贝拿给店员看 店员会根据我们烤的大小 给个平分 让我这次拿到了北KL的水平 就还挺开心的 之后我们就去了穿越一帆街 果子横丁旁边这条街 就是穿越一帆街 那也是穿越老街 这边就是一个更适合 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街道 这条街是来穿越必来的一个景点 街道两旁的建筑很复古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店和伴手礼店 如果不吃午饭的话 在这边也可以把肚子吃饱 刚才咬了一口 然后它就在嘴里全都爆开了 这特别的多 而且肉还特别的嫩 好烫好烫好烫 刚出锅了 这里面的这个红薯这么厚一块 一口咬下去又有红薯香 然后又有上面的豆沙甜 我有点绝妙 还是不太会 从来 怎么样就说 整条老街还是非常好逛的 有很多有意思的小店 那家来逛的话一定要多留些时间 沿着老街一直往前走 就能看到一家卖豆子的点 然后再向左转就会看到两侧 有日式和阳式混合建筑的街道 这条大道叫做大正浪漫梦通 我们家那个柴犬狗 这也挂着呢 走进去看看 超可爱 这个橡皮 这个叫做纸气球 这是一个左元气的橡皮 里面还有穿过厕所的痕迹 大家看一下 这么逼真的厕所 真的是橡皮的质感 太逼真了 一分钟都不到它就掉了 这是豆腐渣工程啊 妈呀 这还能打开 这马桶好深啊 好大一颗呀 这条街的游客会比老街少一点 所以不会很拥挤 有名的是小春菊满鱼店 和有复古感的咖啡店 等了一个小时终于进来了 我刚刚都这个腿都麻了 本来就想说跟老刘一人点杯喝的 但是想想都排了一个小时 怎么着也来点吃的 才把这顿吃出来呀 所以就点了个巧克力蛋糕 蛋糕不是很甜 吃起来有种巧克力的苦 因为他家的布丁也特别厉害 比普通的布丁要结实一点 而且鸡蛋味很重 如果大家去的话 一定要尝一尝 吃个蛋糕喝杯饮料出来之后 天都快黑了 这一天过得可真快呀 今天跟着我的镜头看了一圈船 也觉得这个地方值不值得打卡 小伙伴如果来了日本的话 会不会花一天的时间来这边玩一圈呢 都可以在留言区里告诉我呀 另外最近如果有来日本的小伙伴 可以找我领取2024年东京旅游手册 可以帮你更快更方便的规划好你的行程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过 拜拜